中国各地突发行动惊呆民众 美国国防部发布报告 学者 台海大战随时爆发 紧急停课 多地肺炎爆发 中国疫情在起 八年婚姻告吹 汪峰 张子怡宣布离婚 长途女童被狗咬伤事件发生后 一场大面积的抓狗杀狗运动 目前正在中国各地上演 一夜之间 中国可谓掀起 抓狗狂潮 狗这么网就可以贪图难受吗 它在这个练习底下贪图难受吗 你们的这个网 你以为是网什么的 你们这个网是网鱼的 我谢谢你们 不是个网狗 狗就全是错的吗 所有的狗都会咬人吗 不是这样的 那四六犬救人命的时候呢 在捕杀猫狗的高压下 许多宠物主人不得不采取对策 保护自己的宠物 网传视频显示 一名重庆女子用自制铁笼和塑料桶在街头遛狗 网民嘲讽 这是中共治下一道奇景 10月23日 有多位明星发声 反对中共当局虐待动物 20日 大陆知名主持人 演员杨迪在微博发文说 可以不喜欢 但请别伤害 诚恳地请求大家都善良些 合理处置 不要虐杀 但随后 杨迪的微博遭到当局禁言 随后 很多中国民众走上街头 举牌抗议中共当局 有大陆网民指出 事发原因是 中共一贯运动性执法 往往会强行下达任务指标 导致基层未完成指标而胡作非为 甚至从居民家中把宠物狗强行抓走 北京朝阳区去年下的指标是一年抓五千只狗 海外华人对此也表示愤怒 有网民表示 感觉一夜之间 中共整个社会回到了蛮荒年代 中共铺天盖地地搞打狗运动 喊着文明的口号做龌龊的事情 趁机敲诈狗主人 也有网友指出 其实这次大杀狗运动就是以后运动的演练 共产党要先把嗜血的基因调动起来 狂热的情绪先点燃 还有人说 在中国 做狗和做人一样 随时会被抓走吃掉 狗没有活着的权利 人也没有 运动是抓狗和共匪的历次运动一样 土改 三反 五反 文革和动态清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共产党不倒 中国不会好 当今 世界局势动荡 俄乌战争持续 以哈再报新战事 台海安全成了悬在空中的一把利剑 据美国新闻周刊消息 10月19日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3年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的报告中指出 北京当局通过模拟封锁 及增加攻击脑台次数等军事演习 加大对台湾就范的胁迫 中国政法大学赖建平表示 俄乌战争在持续 以哈战事也打响 中共趁机发动突袭武力攻台 我认为有超过50%的可能性 这是中共特别是习近平的意识形态 政治处境所决定的 习近平搞个人独裁 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形势 中共体制内有很多要倒习 要换人的呼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习近平维持他个人独裁权力的一个措施 就是攻打台湾 我觉得中共更可能会采取一种先发制人 突然袭击的方式 中共一直采取的武力胁迫措施包括 军事上长期派出大量的军机 军舰去扰台 在环台四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 甚至多次越过中线 一步一步采用切香肠的方式 把台湾的台海中线消灭于无形 除了经济军事上的恐吓 中共还采用政治恐吓 各种各样的舆论每天宣传 对台湾各界对国民党进行策反 以统战的方式 在台湾培植了很多代理人 对台湾造成很大的社会撕裂 很多潜伏的力量 每天都在唱衰台湾当局 反美亲中 中共采取此类统战的策略也是奏效的 这种军事的政治的统战的宣传 加上经济措施 归根结底就是 中共就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旅澳学者旅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 北京当局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中共肯定会利用动荡的国际局势 包括国际社会在一段时期会关注其他问题 中共可能会试探性 或者说突发性的攻击台湾 习近平其实已完全把自己绑在 中共的这架破绽车上面了 他希望把它继续往前开 所以他所有的运作 就是坚持一个基本政策 把这个共产极权国家维持下去 以对抗自由世界 近日 所谓的支援体肺炎在中国集中爆发 多地学校发布紧急停课通知 不少患儿家长质疑说 我感觉就是奥米克隆的变异体 啥支援体 医援体能让整个班 整个班的沦陷 一位浙江绍兴的医生说 这波支援体肺炎感染来势汹汹 上午看了40多个病人 大部分都是支援体感染引起 好多患者连常用的阿奇梅素等药都压不住 浙江杭州的患儿也很多 医院爆满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蒋春明主任说 近两个月 儿科日门诊量在1000例左右 上周末的门诊量已达到1800至1900例 现在住院病房全部满园 还有很多患儿等待住院 陕西网友都督爹 在社交平台发布停课通知的截图 他孩子所在学校的一年级四班 一半学生患病 辽宁一网友表示 我儿子一个月没去上学了 发烧退了 但是咳嗽老不好 据报道 这个所谓的支援体肺炎 传染性极强 许多家庭都是全家感染 不仅孩子 大人也同样出现大白费重症 急需住院治疗 但中国各地医院均人满为患 很难等到病床 打针也要排队很长时间 国际影后张子怡与歌手汪峰 在2015年结婚 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23日中午 狗仔推理军江小燕突然爆出 两人已经离婚 就连后续财产分配也都谈好了 该消息很快刷爆微博 汪峰张子怡随后 共同发表声明写道 经历了八年婚姻的我们 经过慎重考量与商议 决定解除婚姻关系 在声明中 汪峰张子怡称 彼此携手共度了一段美满的婚姻 八年间 我们共同照顾家人 用爱构筑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争 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 这是两个成年人共同的决定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生活的悲喜与苦乐 本就不是简单的是非评判 我们换一种方式 来让彼此更好的成长 未来也将不会对此事 做任何回应 感谢外界关心及理解 这段婚姻已是汪峰的第三段婚姻 她曾和电视台主持人齐丹 维持一年婚姻 后来和模特葛惠奇交往 但两人没有结婚 2010年她和圈万女友康作如密婚 2013年宣告离婚 直到2015年和张子怡步入第三段婚姻 她也曾为张子怡写歌 在演唱会上大方示爱 没想到如今恩爱感情又成过去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